Hello 大家好 歡迎來到MUZE TV 今天我有一個特別嘉賓 她就是Gerace What's up? Mio 今天我們來到這裡 Grace就想分享十樣不能離開的恩物 有些是放在家裡 有些是帶出去 有些是日用品 有些是寶藏 如果想看的就快點訂閱這個頻道 我們現在馬上開始 我最喜歡的小寶藏第十位 這個就是一個面油紙 它的泡是有點黏力的 黏著面油紙 那你不用慢慢撩那張面油紙出來 然後你一樣幾下馬上撕走那個面油紙 下一個噗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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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就搞定了 衛生好多 你有時用手 這個補妝一紋 補妝支持 一定要紅了的油紙 如果不是你補妝 粉會開始乾 我想問以前拍劇的時候 有人幫人補妝嗎? 也有的 但也多自己補妝 全香港應該沒什麼人補妝 補得多個拍劇的演員 真的嗎? 為什麼呢? 喂! 沒錯 尤其是你開始捱姦 每五分鐘已經出油 不停補粉 就會乾 那怎麼辦呢? 沒得搞的了 平了之後你要抹掉粉 再來一個 但是很麻煩 我看很多網絡 都會說 refer用紙巾麻油 其實很多演員都用紙巾 男生就用紙巾 女生我覺得要細節一點 要漂亮一點 就是用這個 便油紙 現在來到第九位 這個美桑茶 最近就喝很多 它有少許薄荷 不是有些材料 是那些材料 幫助你去舒緩你的喉嚨 為什麼有個洞在那裡? 它是那些 就是放在機上的 它會捱那個茶出來 那要用它這個牌子的機才行 No 平時那些 Espresso的機是同樣的 平時這個我就會拿出去 因為外面有咖啡機 但是我家裡就有它那部機 那有什麼味道好介紹呢? Sweet Dreams是很好的 在睡覺之前 它是沒有咖啡因的 有玫瑰花和酸組人 它聞進去已經覺得很香 你睡覺半個小時 我差不多喝完五分鐘 我會開始有想入睡的感覺 美桑茶就是 補聲的 所以要唱歌或者說話多的人 例如你 我覺得你可以喝美桑茶 我每一早都會喝 它有個長白生人生 我就不受得人心 太補 但是它這個 Gentle 令你精神得來 你不會是醜 I drink this almost every morning This is one of my favorite Free Your Lung 前陣子病了之後 我經常喝它 我覺得反而這個是最好喝 我是喝得最多 喝完那個Lung是舒服了 很補身 因為我們平常一天喝兩杯咖啡 其實我一天只可以喝一杯咖啡 對我來說 如果一天要喝三、四杯東西 那我就可以 早上喝個Wake Up 晚上喝個Sweet Dream 連聲的時候 眼中就唱歌這個 Why not? Because it's good for your body, right? 然後又喝個Free Your Lung 令到自己的氣味 那這個是一個什麼牌子來的? 這個是T-Shirt Toe的牌子 我等一會留下這些 你有沒有Express? 有啊有啊 那你又去演唱會 那我想你下一個Item 一定跟演唱會也有關係 我看到這一盒的時候 I know 第八位 你知道我是沒吃過白鮮果嗎? 即是你不認識白鮮果嗎? 我不認識白鮮果 聽過很多次 你什麼時候才認識白鮮果? 剛剛上個月 因為要開演唱會 對啦 因為我前陣子病了 不停失聲 接著有人說 你有沒有試過吃白鮮果? 我說沒有 接著就吃這個東西 它會令到你的口是黑色 叫你又黑色 它很舒服 喉嚨可以放在水裡 In case有朋友 未吃過白鮮果 白鮮果是一種涼果來的 聞下去就有一些陳皮味 還有一些薄荷味 吃下去的時候 它的口感就會清涼 之後就可以幫你舒緩你的喉嚨 如果你有癢也可以舒緩 止咳化痰之外 還可以解痰 對啦 喉嚨腫痛也可以有用 平時就是吃完之後 我就浪一浪的口 這樣就清一清 那個化痰止咳是非常之好 因為如果吃那些喉糖 常常在鼻子喉嚨 反而覺得這些比較自然的東西 即是你不想麻痺了 是化痰的 我明白你說什麼 我就是不想要化痰的東西 市面上你在藥房買到喉糖 吃的時候 真的會被鼻子喉嚨 感覺就很重的化痰 這些就真的很自然的材料 因為你演唱會的準備是怎樣 其實是剛剛開始 你這輩子人生的第一個演唱會 不如說一下這個演唱會有什麼 是你自己要去處理的事情 因為很多藝人開演唱會 其實他們想好這事 就是有很多人去配合 一起吃 你自己第一個演唱會 你負責的部分是什麼 都是song list,poster 這個找到了,pongsa 然後marketing,promotion 都要自己留很多 所有的排舞,排舞師 選擇什麼舞 哪個舞種,拍哪一首歌 去錄一些底聲的arrangement 因為這次我自己就沒玩很多歌 可能演唱會一半的歌是自己的 但是還有一半 要重新做過,因為不是你本身的歌 重新做過,所有的arrangement 加上所有後面的禍音 可以的話就要自己去錄 然後還要請嘉賓,還要幫他們想item 想要item就要跟他們一起練 還有我接下來要出兩首歌 你希望這個演唱會 觀眾看到一個怎樣的g-race 演唱會的台中 我很想大家看到一個 很煞食,很diva,很開心 很享受,跳舞的g-race 那你希望觀眾補了一個什麼心情 進去看你這個演唱會 因為我看你的poster就是尾巴 很漂亮,很爽,很party,很festive的感覺 你是想大家進來,party 進來我就要穿得很辣的 跟g-race一起跳舞 還是不是的,進來的 其實都有很多心靈上的分享 還是怎樣的 首先是一定有beach party的概念 極度喜歡跳舞的人 真的會玩得很開心 中間也有很多的小分享 唱一些 deeper meaning的東西 會慢慢滲進去 麥花圣場地是沒得買酒的 可不可以在這裡呼籲大家喝點酒才過來嗎 都可以 如果大家想再潮一點點 當然不要喝到最快才來 喝一兩杯 一點點 in the vibe 的時候就可以進來 那我們繼續吧 我最喜歡的小虎藏第七位 Dashi Do you know what Dashi is? 自由來的這個 你剛才拿著我以為是那些71買到的飲料 不是啊,這個是bonito fish和kelb sauce 可以吃蘇巴 因為這樣擺排的演唱會真的很忙 因為我很喜歡吃海帶 我一有這個,倒一點點進滾水裡面 加一個烏冬 加一些豬肉 或者加一些牛肉 可以加蛋 可以加豆腐 可以加菜 馬上有碗麵 It tastes good with everything 這個是超級好吃 但是魚味是重的 那份量是怎樣放呢? 如果你煮一碗烏冬 一碗烏冬 可能一個大湯匙的bashi就夠了 第六位了 現在去到 講一下makeup 很難找到一個粉底又不變色 因為我們出汗多嘛 但是又不乾 很多時候不變色的foundation 都挺乾的 粉底有時候會oxidize 某些ingredients 接觸了空氣之後 它會變深色 很多時候大家去買粉底 最好真的塗在葉夫道 等一會 因為它可能接觸了空氣 或者是乾了 扣了之後 就會變了另外一個人吃 試不同類型的粉底的時候 先確定是適合自己吃 不是只靠塗上去那一下 等一會兒 我之前試過一隻Dior 很漂亮的顏色 但是是有一點點乾 Until I found this one 貴到我真的不想買 但是我自己天天都漂亮 它這隻我是用I10 它就可以幫我的膚色調色 完全調色 你真的不留意我的IG 你不喜歡用這個 你知道這支東西 PanPan是誰拍的 是你拍的 Hello PanPanPan找我 謝謝 所以你不用一直跟我說 你喜歡什麼顏色 哎呀我最喜歡這個 它有一個Technology 粉底卡上面 那個光Reflection是很重要的 這支假面的瓶 其實它是MAT的 它有一個亮面的 那看你自己喜歡哪一個 它的Technology就是 用光反射去粉底的時候 看上去皮膚的光澤感可以出來 但是又不會說很柔 Very good 超好用啊 好吧 找我拍下一個劇片 麻煩你 好 找一句 謝謝 現在你有第五位了 第五位了 這個也是我拍古裝的時候 一個圖 我們很多時候曬完之後 都很想白白的 或者幫皮膚調色一調色 但是很多時候你塗這些東西 會是停住一塊塊白色的東西 Kick you on 這個是令到你白淚透紅 可以Layer 你明不明那種不黏的 黏我就已經不黏 而且它是那種你不覺得它是塗了東西 你覺得是自己的皮膚滲出來 那你用這個做primer 不是啊 塗腳 塗一些腫的位置 膝蓋 鎖骨 塗頸 粉底其實已經可以令到你白很多 但是你難道粉底塗整個身體 這個很浪費的嘛 這個100元 so good 我已經介紹了很多人用 它不是很乾 我覺得其實是做primer都可以 我覺得擺臉的東西我喜歡 我明白 就是如果我晚上的night cream是3000元 然後我塗一個100元的東西 那你的3000元就很不值 是啊 你想一下這個1000元 然後這個100元 因為這些是漂亮的ingredients 擺臉才捨得用的東西 下一個 現在去到第四位 就是這個fenty beauty的highlight 我以前不敢用的 因為我覺得它太閃亮 但是我看了一個youtube video 是一個很出色的化妝師 教了這個秘訣 所有的胭脂 我們還沒塗這個位置 我自己塗得不好 有時候是會一塊或者一塊 然後我塗任何的胭脂 塗在一個蘋果機 我就會塗一下胭脂 再塗一下這邊那個沒有那麼閃亮的部分 然後我就會塗這個圈 這個圈 然後就會blend得很漂亮 好像我很會塗胭脂 任何一個胭脂都可以 塗一點點胭脂 然後這個沒有那麼閃亮亮的位置 一起 這樣 喔 然後我這邊 就會塗鼻尖的位置 這些tips 還有嘴唇 Killowatt是fenty beauty一出的時候 第一個launch就有了 有很多顏色 對亞洲人來說 選一些pink tone的話 是會漂亮很多 而且配合黃皮膚的人很多 這個Killowatt的顏色 lightning dust 還有fire crystal 那個blush就是用了 lightning dust 然後fire crystal就是放這些位置 尖的位置 第三位了 很難選的很難選的 是誰呢 是一個steamer 平時可以這樣裝 可以小塊很多 回到家 就馬上放一些 又不可以說滾水 差不多80度滾滾的 然後你加多一點溫水 是有steam的 但不會燒你的鼻孔 然後我就會這樣 呼吸五分鐘 立刻覺得喉嚨是舒服很多 只是用水嗎 只是用水 我有一個東西介紹給你 這個是容祖兒教我的 煮果皮水 我想類似陳皮的朋友 放兩塊去熬熱水 然後你可以省動它 等到好像溫室的水 不知道這個概念 如果變成蒸氣 可能都會很舒服 我自己都試了 我覺得喝完之後 你會一直覺得喉嚨很濕 將那個東西變成蒸氣 version 可能都會很活 很棒的那個感覺 因為我們其實一說話多 喉嚨筒是有點擦 或者如果你鼻乾 除了發炎 敏感或者很多鼻水 我覺得你一邊吐一些蒸氣 它一鬆了 就可以切它出來 或者滲它出來 第二位 很搞笑這個東西 這個是我哥哥買給我的 Brain Shower的花灑 是一個magnetic藍牙的speaker 先拔出來 connect to iPhone 加上它是Waterproof的 是Tola 這個是花灑 這個是花灑 水就在這些孔孔噴出來 這個就是那個speaker 洗澡的時候 我就在聽演唱會 為什麼要在頭頂上 這個喇叭 音樂在頭頂上 是很好聽的 聽我的Kesada 聽我的Kesada 聽我的Light It Up 這樣聽你好像進了個Club 你想想為什麼 你的聲音都在上面 對呀 我也想知道 有沒有專業對音樂 有認識的朋友 可以在下面告訴你 原理是什麼 好像真的 卡折電可以過多久 一個月都沒有什麼 都不用卡折電 可能你只聽過15分鐘 我又不是那些 沖一個小時的東西 三首歌的時間 我就搞定了 第一首歌 洗頭 頭髮素 第二洗臉 然後就洗衣就搞定了 有沒有三首歌 建議給觀眾可以沖洗的時候 Kesada Light It Up 快要堅強 現在要為我耳朵 第一位 其實我現在身上已經戴著 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到 這個是一個很好用的空氣 淨化的 很養生的 你又有茶 白鮮果 又有鮮器 很養生的 最近大家都病 除了COVID之外 傷風感冒很多 超多小朋友病 所以我覺得 我就喜歡戴上身的 有些人就喜歡噴一下這些 噴一下那些 我都會噴大如果 360度 不停幫你去 庫尼紙清潔身邊的空氣 我自己 前陣子病的時候 其實我是放在我的床 睡覺又噴著 在家裡又可以噴著 是好得快一點 平時那些庫尼紙機 很大塊 這個是他們庫連的特別版 可以貼不同的Crystal 我貼了一個G-Raisy的 這個是我自己設計的 去了他們的店舖 貼這個石 最漂亮是有 加上這些 那你想閃亮亮 沒那麼閃亮亮都可以 技術上 它有什麼好 我就知道它有2600萬的庫尼紙 痕出2600萬的庫尼紙 庫尼紙就可以靜化空氣了 對 我覺得這個比較可愛 細細寶 還有它是減低電話的輻射 你知道我們不是經常 放電話在我們家裡 睡覺的時候有個洞 這個就可以幫你減低一點 清淡一些輻射 幫到自己的身體是健康的 更加有Energy 做所有事情 一定要保身體 的確 好 希望大家看這條影片的時候 認識你多一點 憑你喜歡的這些小寶藏裡面 更加認識你個人 還有希望大家6月8號 可以去麥花神支持 G-Raisy的第一個 YES個人演唱會 Light it up 一定要來看 一定會很精彩 因為它對舞台的熱愛 我真的夠膽說 在我身邊這麼多朋友裡面 其中一個最 passionate 最有火 最值得屬於一個舞台的人 所以我自己都可以 加油 謝謝 我也很興奮 快上去IG看看如何賣票 Go 拜拜